大家好,我是Den 反而是受害者 为什么不是针对作曲家 而是空告受害者IU呢 这不就是为了抹黑的空告 也站出来护航IU了 韩国粉丝们认为 针对IU的特定一群黑粉 一直以来持续的制造恶性谣言抹黑IU 但是所属公司都没有认真的对应 导致黑粉们变得更加嚣张 造谣也是越来越离谱 最终导致了这次的空告事件 所以就像所属公司进行了卡车试卫 忽视粉丝草率对应 任由恶意谣言散播 违背职责的一大娱乐 现在就放开IU吧 强烈反对续约 参与这次卡车试卫的一位IU粉丝表示 大约一年前开始 粉丝们就通过电子邮件 挂号信 官方社区等多种途径 向所属公司提供了 黑粉们正在散布谣言的证据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这次空告事件初期 对应也是非常不足 不只是没有与粉丝们沟通 对于保护艺人的意志也非常薄弱 所以才进行了这次的示威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缩属公司 希望IU不要续约 不是不好好工作 是根本不工作 粉丝们提供资料了 也是什么都不做 所以事情才会变得这么大 真的很讨厌做事不管的缩属公司 用艺人赚钱为什么不管呢 这本来就是缩属公司要做的事情啊 粉丝们帮忙搜集资料又有什么用 缩属公司不提告 导致这种事情发生 放过IU就能知道 这缩属公司有多垃圾 不是粉丝的人也很上火 希望IU能到更好的公司 每次都觉得 真的希望能有个代替缩属公司 处理这些事情的公司出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5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SF9 29位Wonus 28位Pictone 27位Pictone 27位GOT7 26位TREASURE 25位TEMPEST 24位GONGMANGSINGY 23位GONGMANGSINGY 23位2PM 22位HIGHLIGHT 21位ATG 20位Winner 19位Tintop 18位Pentagon 17位Winner1 16位NiPhone 15位SuperJunior 14位TomorrowByTogether 13位Astro 12位Pix 11位StrayKids 10位Tobuiz 10位Tobuiz 9位Infinite 8位MoonstarX 7位PigBang 6位Chini 5位P2B 4位NCT 3位Exo 2位Seventeen 5月南团排行一位是彭坎村正的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初刊突破发行 回忆录 起名 牛票 周富平分析结果 我证明评价将87.50% MING 1 MING 1 MING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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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 2 1 1